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青岩布吉记事 今集讲讲血缸之灾 事源和朋友讨论过法国第一年过来 特别容易出现血缸之灾 小字损手难脚,直至扭亲手 受血缸之灾 第一年外国比较多这些状况 我们就去研究发生什么事 当然也有人说风水啊 鬼神啊 这些撇开不论 这是另一个话题 另外想起的就是 其实 都是跟水土不服有关 我的事后 当我经过几次这个血缸之灾之后 我回心去细想 事发前那几分钟发生什么事 自己的身体是怎样 心情是怎样 于是我归立出来 有三个状况可以讨论 第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我们香港人过来 未习惯流汗 未习惯曝曬 还有 未习惯曝雨 先说热 通常我发觉我心情最不平伏 最混乱最难的 静下的就是忽然之间爆汗 意思是流汗 其实在宝吉都习惯了 而第一年 例如 你在屋外 曝曬好地地 但当你走进一个室内 完全静止 没有风扇 什么都没有 你的身体会忽然之间爆汗 我发觉 在这个时刻 最容易受伤 我试过在这些情况下 扭到手 一些夹损等等 试过 弄烂电器 弄烂东西 通常都在这个忽然之间爆汗的情况下出现 另外第二个情况 就是暴晒 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 这里的阳光真的非同小可 我试过 就类似是 在曝曬底下 根本眼睛都抹不开 视力差 于是 在户外 忽然之间 会好像 失了一个 平衡 或者是 心情没有 还没静下 好像有些少少混乱 我试过在这种情况下 扭到脚 被死死喉 也有些损伤 第三个情况 就是暴雨 通常是 在屋外 或者开车 或者 泊车 等等 忽然之间 遇上暴雨 它在最狼狼的底下 会容易受伤 我试过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伤 甚至会弄到一头血 所以 我的意思是 先撇开 风水健康清洁的问题 这是另一个话题 将来再讨论 但是 如果说到血缸之灾 我发觉 如果细心点想 很多时候 在这三种情况下 心情忽然之恩混乱 脑袋不清醒 脑袋不清醒 一心不能忌用 在这种情况下 受伤居多 试下 唯有去第二年 试下 在这种情况下 尽量保持心境平静 液内信秀 可能会少了 这些 脱漏 我这个也是 纯粹个人的估计 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也都是纯粹个人 吹嘴亂说 可能都是 吹嘴五八嘴 没什么准质 那就纯粹参考一下 下期想多题目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